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一边呼吸着清新的空气 一边进行着赛场的拼搏 本次比赛也是得到了吉林省体育局 吉林省棋牌运动管理中心的大力的支持和热情的服务 使比赛进行的非常有序 而且比较顺畅 本局是汪洋直红旗先走 对阵万春林的一盘精彩对局 好 我们下面来共同欣赏 兵棋棋 足棋棋棋 汪洋应该说也是一位具有冠军实力的选手 但是多少次呢 就是最近这几年也是冲击个人赛 一直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那么这一盘棋呢 是他们两个人呢 十六强近八强的这场较量 对 同时也是第二盘的对决 对 先生指路呢 演变成了这个 近三兵的这个系列的布局 他又出局 然后红方也是局九平八 然后接下来黑方走马八进七 这儿呢 就形成了武器炮这么一个阵型 然后黑方编冰 相当于红方走的炮八平五 以上呢 都是这些常见的这个招法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流行的布局 对 时至今日呢 这个可谓这个变招呢 层出不穷 很多高手呢 也乐于走这种阵法 因为这种棋呢 就是战线比较长 给双方呢 都有比较多的机会 接下来红方走局级 红方掌军呢 也是比较好的选择 对 然后黑方这时候是选择了 像三近五的一个变化 这个像呢 就是说也可以 但是呢 这个最近呢 就是走这个像呢 都比较少 这个像在九十年代到两千年左右呢 是非常流行的 那十五六年间是走的最多的 那么最主要呢 就是红方出现了马基金六 直取中卒的这个攻防了 黑方感觉不满意 但是现在呢 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我们也从中呢 可以看一下 目前发展的这个大致的一个情况 红方马基金六 然后黑方这时候是马八进九 登边兵 登边兵呢 也是这个万特大呢 比较喜爱的走法 还有许多吸手呢 就是站起了安兵不动 先走 居九进三 然后红方呢 还有什么有炮三平四啊 还有什么居一平六的走法都有啊 也有居一平四的 那么黑方先马八进九 登掉这个边兵呢 最主要呢 就是想看一下红方这个炮呢 到底去哪儿 你表什么样的态度 如果你居一平二 你兵这个居呢 居急又居一平 对方就可以接受这个队子 将来还要马七退伍把你中兵登掉 黑方呢 也能呢 获得不错的这个局面 那红方这时候可能也不太愿意走这个炮三退一啊 拦住了自己这个一路居 嗯 对 炮三退一呢 确实呢 这个居一路不够通畅 那么红方呢 既然三路线呢 目前呢 也没有什么更大的机会 所以他就走炮三平四 先把这个炮呢 避让一上 就说这个有时候这个下棋啊 也经常蕴含着这个 啊 生活的这个哲理 嗯 就当你不能急于出击的时候 你不能走得太快 也需要呢 躲避一下 对方的这个先手 就避让一下 合理的啊 腾罗 就说这个下棋啊 它是一种运筹帷幄学 啊 那个我有一个学经济的朋友 就他老说老经常给我打电话 有时候那个一起喝喝茶探讨 他说你们这个下棋跟这个运筹学很像啊 啊 跟这个博弈论很像 我说对啊 我说这个本身就是博弈的这么一种 啊 游戏嘛 啊 同时呢 也正是像古代兵家思想一样 需要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他并不是说的那种啊 匹夫之勇啊 三锤的两斧子就打完了 那个是初级的爱好者 那么一种理解 实际下棋呢 是需要逐步的啊 运筹帷幄的 需要有暂时的 和长远的这个规划 有这个目前的这个利益 和未来的这个啊 宏观的这种相结合的 也就是长远利益啊 和短期利益相结合 就是你短期来看 黑方这个马登兵是一个牵手 对 但是你马入了边呢 这个本身呢 对红方的压力呢 可能就不是正面的去进攻了 对 而且是编码的位置 也不是特别的理想 那编码位置不理想呢 它将来就要想办法 发挥这个作用 对 那么后来我们看到 黑方之所以失利啊 这个马后来没有发挥 应有的作用 就是这个马制到这个地方 一定要呼应上 对 就是马如果 按您说的就是马 如果跳到边路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这个以后要发挥它的作用 对 那黑方现在呢 再去做竞赛 这样的红方呢 就是不失时机的 这里呢下棋骑手呢 还培养这种灵活性 对 就说什么叫灵活性呢 并不是说的 我这个鞠呢 一味的就得鞠于平右 和鞠于平期 沾到这个内容 根据我的需要 我不失时机的 我这个采取呢 这个适宜的 这个招法 它是在这种灵活性 那么现在就 stimuli 不 discussion 一种灵活性 那么 我这个牺牲 现在就是 我这种灵活性 一种灵活性 你 你 这个牺牲 可以 我这种灵活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黑方认为这会儿对一个窝居它也有所获得 就是说黑方已经获得了 我现在再退让一步给你 因为黑方可能感觉泡泡平六 他怕红方居八进六 他一定怕红方这个居压过去 造成更大的压力 所以他希望通过这个对居 把这个居对了 所以双方下棋都非常灵活 有的起手灵活 有的起手死吧 这个得因而异 有的个性和价值观和习惯不一样 汪洋的棋风应该说 总的来说是比较灵活的 这样 对 我认为 万春林的棋艺风格倒是比较扎实 如果形容万特大的棋风 不得用灵活这个字眼 红方走居八进二 对 他这个走的也非常巧 这个 而且汪洋的棋艺风格呢 也是比较难缠 他比较刁钻 这样子你要对调 他这个丝路炮正好 对 红方呢 之所以他不直接对居呢 他就是说让你 这个希望你这个炮呢 还是落一个后手 对 如果你现在躲炮 他可能就有马流进七 这些手段 这些先手 但黑方呢 对 实际上他也是走了一个炮八瓶九 这感觉 他想是位置以后居九瓶六 有一条路 多一个通道 对 那这个地方红方马流进七 红方也不去对他 黑方这个炮肯定是要躲开 打出来 这时候红方又走了一个居二瓶九 嗯 居二瓶九 过居这个 他这个居觉得这个地方 本来也有一些点啊 居二进六啊 进七啊 对 但是他对这个地方呢 好像他更喜爱 把这个居搁到这边来 对 看这个黑方这个右翼 是不是有些空虚 所以说他就是先看黑方这个炮的这个位置 嗯 因为这个旗将来红方老有一个马七瓶九的 对 旗兮 这时候如果炮一瓶二 是不是就有一个马七进九 对啊 这个马七进九 你说这条旗那它 居二进二 对 居二进二 这个有一个桌子 居二进二 它是不是将来可以居九进二是个先手 对 哦 对 这还有一个炮四进一 哦 还有炮四进一 对 有一个打串的旗 所以说这个 对 它居脱根了 对 黑方这个炮也是要看一下 就是这个旗呢 就是黑方这个不能走 走这个炮一瓶二 对 就是红方居二瓶九以后 黑方呢 这个炮还是要躲开 它直接锁了一个炮一推二 也是防止住了红方这个边路的这个攻势 就是黑方呢 这个走着两个鞭炮 黑方是在边线上这个运子 这个旗也挺奇特的 红方呢 这捉一下呢 给它赶到边上去 然后又到这边上来捉 这番旗呢 给我们的印象呢 就觉得确实双方这个旗呢 兵型贵道 然后红方就接受这个对决了 因为红方在这呢 也考验了对方几下 也没有占到太大的这个便宜 那就接受吧 然后他马七对九 把这个 他可能先出那个中路 他先兵五级 对 如果就如果马七对九的话呢 局面也比较平稳 对 因为将来黑方这个鞭一杀出来 可以点到兵线 也有一些这个对攻的手段 他也是想从中路看看 有没有一些突破的手段 对 黑方 抢了一个先手 对 把鞭晾出来 实际上这个鞭呢 不出也行 但是他感觉如果支持他要怕对方 有这个飞炮 点向眼 对 有这些骚扰的手段 其实他点呢 他再举九评六 也是可以 但是先举九评六呢 就是比较稳妥 红方这周也要十四进五补一手 这个事项补乃头啊 就比较有讲究 这个到底补哪个好 有时候呢 不是特别明确 对 像这个棋呢 就是说汪洋站在 从长远的这个角度上来看 就说补这个十四进五呢 更是攻守将备 最主要呢 他十六进五呢 是怕将来 黑方有足气充足 尼拱他有这个门宫 对 所以说告诉大家 一个窍门 不是怎么看 一般看对方这个炮的方向 这样子 对 一个是蒙弓 再一个就底线这个僵 对 这样子补这个十四进五 这个黑方底线倒是 没有什么攻势 对 他底线不会 创造出更多的这个手段了 对 而这个一路炮 暂时也没有什么 没有地方去 他逃也逃不掉 没有位置走 所以黑方也不逃了 就他补了一个势 准备呢 再以一代劳 看看红方怎么去进攻 这个其实呢 整体上来看呢 就是红方呢 略好一点 但黑方呢 也基本上可以应战 对 因为兵足呢 黑方也不少 红方就 接下来就马其退九 拱掉 这样一个交换 红方举酒精刺 再杀出去 黑方再组酒精一 这儿等于呢 黑方也逐步呢 在向红方这个阵地的 靠近 这个气应该说 到了一个终局的这个阶段 双方是上下四个大子 鞠马双炮 对 鞠双马炮 族子呢 目前来看呢 兵族都是各三的 这个地方你不能吃族 吃族对方有砍炮的这个气 那比较直观的呢 就是红方呢 可以继续把中路呢 拓展一下 直接冲中兵 冰武器 后来呢 这个汪洋呢 也曾经在这个 欺兵当中写呢 他说这个地方 他确实也应该走冰武器 这儿红方呢 还可以稳持这个先手 但是这个中兵呢 这个变化呢 当然也比较复杂 对 对方如果拱 那红方这个狙杀通了 是比较凶的 黑方我看这个比较顽强的是 走对冲 直接这样冲 对 这个局面还真是 就不绝对 好 就是黑方呢 如果你兵武平四 他可能是不是就 拱六平七 对 这个地方呢 因为你拱九级一呢 他将来马上进三是先手 这个地方 但红方这个右翼 也是有一定的压力 你兵三级一 他马上进一蹬回去 对 这个地方呢 他对你呢 也有一些牵制 对 当然这个 红方呢 可能还是略好一些 但时代当中呢 红方呢 就没有向这走 对 他选了一个炮五瓶酒 直接瓶鞭炮 对 对黑方的这个右翼底线呀 施加了一些压力 那么现在呢 这个对局呢 也到了最关键的地方 那么到底黑方呢 是怎么应变的呢 好 那稍后呢 我们再为大家呢 继续讲解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继续回来 我们继续呢 为大家讲解 精彩的对局 这个地方呢 就是黑方呢 可能老对自己的这个底线呀 感觉不安全 他所以就习惯性的 走了一码二进三 对 这个黑方这个右翼 还是挺空的 所以赶紧跳马 跳上来 但实际上呢 这个棋呢 跳马了 却不是实际 因为我们仔细看呀 黑方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因为红方没有什么手段 对 你去嘴方八 他可以马上进一 可以跳个边马 对 你就不要跳正马 跳正马是危险 对 那这个地方呢 黑方还是应该冲齐足 因为这个动作 你再拐足啊 太慢 对 还是按这个 正好是您之前讲的 对 黑方这个编马 必须要骑到处 这个马要向回钩 对 然后盯着他的炮 然后这个阻 冲 冲下来 这样红方也有一定的压力 对 红方这个棋呢 要想 马上扩大战果 应该是比较困难的 这个棋呢 黑方没有走出来 非常可惜 对 因为你G9-8 我可以马上进一 这样子就是 马上进三不好 他有G8-2卡住 这样战线就很 非常 非常复杂了 嗯 他吃 他拱 他泡瓶酒 他应该走住一 他实际走到马上进三 对 实战在马上进三呢 这个棋呢 就 怎么说呢 反而被洪方利用了 洪方这个地方 抓得很紧 这个汪洋啊 就是在这种啊 又有棋又没棋的时候呢 他往往能够 抓住这个战机 他对棋局的敏锐程度 还是很高的 对 他走兵棋一 齐兵渡河 这儿洪方呢 就逐步呢 扩大了先手 黑方这个时候 他先走 居住棋一 对 他走入居住棋一 哦 洪方 反正兵冲下来 太厉害了 对 炮四平七 对 吊住他 不让你吃我的这个兵 嗯 黑方呢 这个时候 暗中应该是先进行防御 对 比如说这个 出国将啊 嗯 但是他可能 黑方呢 这个忽略了洪方这个 比较凶的这个攻招了 他对此呢 置之不理 他这时候走了一个除袭棋一 对 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黑方呢 这个 这招棋呢 他是知道该走的 但是 对 什么时候走 这个火候呢 没有掌握好 对 这个时候 洪方突然呢 亮出了凶招 他走了一个鞠 九平八 这步棋 看着挺冷的 对 出人意料 冷招啊 嗯 因为你现在不能马三尼尔 他底线一将就是闷弓了 对 黑方如果冷静的话 这个时候应该啊 用四两拨千斤 之力啊 卸掉红利 就是走马三尼尔 这样先回了 对 因为这个 我们象棋呢 是我们家的 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国粹 它比较符合中国人的 这些理念 为什么我们很多小朋友 学习这个象棋呢 实际就是中国人这些思维 都体现在象棋当中 我现在呢 正面不能迎敌 我就在边路上呢 来阻挡你的进攻 对 而且这还吃这个兵 对 洪方这也只能赶紧把兵先讨一步 但你有兵过河呢 对方也有兵过河 那就一个混战的局面 就是说你那个马 暂时呢 不能把我怎么样 我将来还有居住进二 居住平三这种 调过居去进行增援 对 所以说这个棋呢 黑方呢还是可占的 局面尽管落后一点 但是呢 这个大局呢无碍 实际当中呢 黑方就弄险了 他走一招降五平六 看起来安全 实际上呢 这个我们正所谓棋验说呀 就是说的 居怕低头 降怕高 对 这个老将啊 你要 不能让他危险 尽量这个老将 不能随便移动 特别是把你僵到 僵上来 就更危险 二楼三楼 都是高处不上海 对 这时候就洪方一将军 黑方也没办法 只能上将 对 洪方就是居怕退而退 他把这个兵呢 气给你 对 所以说这个 象棋呢 也随时随地呢 包含着这种哲理 就说他 有时候该气呢 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 那么洪方就是 你只能先吃掉这个兵再说了 因为这过河兵也很大 洪方 炮七瓶四 炮七瓶四 对 这个我们俗称叫灌雷炮 这个居易江呢 就可以抽江了 这老家下不去 所以黑方很无奈 对 还得这个落个市 落市 那洪方抓着这个机会呢 他就冰三井 先把这个兵呢 先吃掉 同时也为了将来这个马呢 能够活跃出去 那接下来 黑方居三平一 走的也是很蛮强 嗯 黑方呢 就是说看到这个老将 已经走不好了 对 索性我先捉你这死炮 看你怎么 来解救吧 洪方居八平二 这招也很巧 就是洪方准备弃子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棋啊 既然走到这儿啊 黑方就索性 居腿四 把他吃了算 那这个三楼老将也 也不管了 对 因为你暂时也将不死我 那你也只有将 你不将我就逃进去了 对 你将我上来 你这个马 马一进山上 也上不来 嗯 对吧 我还有进去捉你 我还有马九退七 就是我总之呢 我有这些手段 暂时呢 就是洪方呢 还不能把他呢 这个绝对这个将死 就是说这 既然形势已经落后了 啊 这个就孤注一掷了 那实战 他也是走了一个 足久平八 他是想继续 啊 他的目的是想 对 你如果吃掉呢 我将来能换 换掉这个子粒 我都把你子换了 可能 我就更容易 这个谋求这个合适 但是呢 这个棋呢 被洪方 居二平一这么一吃 啊 这个局面 这个交换 因为他现在又不肯打 打了以后一将 这个三郎老将 也非常的危险 啊 对 然后洪方呢 这个时候居一平四一将 然后黑方也进将 等于绕了一圈以后呢 洪方就是 获得了一个兵的优势 并且呢 黑方的将位呢 啊 这个位置不好 啊 实际上呢 没有很工整 那黑方现在 他先居一进四 嗯 他先长了一个居 对 长据以后主要有顶马 对 你要吃事的话 他是个前代的先手 红方继续马上 当然红方也可以走马尔进一 哦 马尔进一 对 马尔进一呢 能阻挡住这个对方 这个炮的将军 对 所以说红方可能更精确 一个马尔进一 你下降 我得打你底试 这样黑方少一个试 又少兵 这样黑方呢 就说的物质上呢 有损失了 将来这个棋呢 还是比较难下 对 那时代当中呢 上这个马呢 给了黑方一个机会 这样黑方安全的先下降 对 那这时候 就说红方呢 是可以换 对 换不好以后再打试 那这个鞠炮兵对鞠马 少一个试的残局 是怎么一个 这个残局呢 就是说啊 由于红方兵呢 没有完全渡河 对 所以说呢 可能不太好赢了 这个棋就得靠功力在下 对 这个兵如果能够渡了河 那毫无疑问 红方是胜券在握 对 但这个兵能不能渡河 这个在于后边再去绕双方 对 就是这个棋的也说合不合 说赢呢 也不是必胜 那非常考验双方这个残局的功力 作为红方来讲呢 当然也可以考虑这种走法 这个是比较实惠的 对 反正这个棋呢 红方一点风险没有 黑方这个棋呢 也是很遭罪 对 就是想合下来 也挺难 也把人累得够呛 但是汪洋呢 可能觉得那个呢 把握性不大 他想获得更大的优势 结果给对方呢 一个透通的机会 对 这部棋等于是一个 想保留复杂变化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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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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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